大家好 哈囉 歡迎收看 長天二節目會 我們歡迎為了帶來一段 精采的舞蹈 那我可以借大家雙隻手 幫我打拍子嗎 好 好 一起跳 帥啊 一起來 一起來 你怎麼怪怪的 這個跟我們現在帥啊 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 等一下 你們覺得他們兩個在幹嘛 謝謝 這個如果說這首歌 應該沒有人會投錢 你不會 是進來做結尾的啊 對 因為他有什麼在做復健的感覺 民俗感 民俗感很重 這個舞蹈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應該沒有任何的關係吧 有 非常有關係 什麼關係 那其實剛才表演的這一段呢 你是喘嗎 對 不可能吧 我不喘 我只是吸不到空氣而已 我們南非有一個叫做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這個在東文翻成就是 像你的鞋子 這當然是我們台灣的橡膠 然後南非也是有不同種 然後我們當然有時候 他們也會綁一個小鈴鐺 那其實通常不會一個人自己表演 是一群人一群人 要不然很尷尬 對 會有一點尷尬 所以還有一些鞋子 交靴舞 沒錯 你是不是有一點汗滲出來 我覺得你太誇張了 你太誇張了 你太誇張了 這個舞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我們南非的 礦裡發明的 對 礦坑裡面 那在黑漆貓的裡面 牠們為什麼要打這個 這樣子出聲呢 為什麼 我知道 我猜 我猜 因為那個礦坑的隧道又黑又窄 所以這樣拍打的話有聲音 就是有一種 爆人數 然後要嘛就是 就是代表你身體很強 所以都還不夠 就可以邊挖還邊打自己 還這樣子 怎麼還在 怎麼還在 怎麼累啊 好辛苦啊 還有誰要猜 我覺得在那個脈裡面 應該是就黑黑的 然後有很多可能要 可以偷東西的東西 那個 礦可以偷走 對 然後你如果 通常你放到哪裡 你會放到那個鞋子裡面 所以出來之後再拍 如果真的你放裡面 你會受不了 你會可能 所以 就會出來 深蹬即興 深蹬即興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礦 對 因為有些人會說 你口罩的東西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沒有 你看 你打太無聊 所以就用點節奏 還有 我覺得可能是礦坑裡面 有些 我也是這麼覺得 對 因為你 靈異事件 然後你就很缺鬼 壯膽 那應該是蚊子很多吧 很癢 很癢 壯膽 請問現場有人猜對嗎 其實我覺得大家想 都滿有邏輯的 對 這都無的 沒有 插到邊都沒有嗎 都不對 沒有 那這是為什麼 那其實早期呢 他們在這些礦裡工作 其實南非這些大部分是 黑人在這邊工作 那他們以前就是很多種族 隔離的問題 所以他們是 完全不可以互相溝通 講話的話會被罰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他們要創一個方式 去互相傳訊息 或是 所以是用這樣子 類似模式密碼 所以說 其實根本有很多很多的文化 它起來有志 它也有很多很多 有趣的地方 我們今天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好的 那請Jenny來幫我們首先介紹 好 來 給大家看一下兩張照片 這是我家窗口 你家 現在的模樣 我們會把食物掛在窗前 大家來猜猜 這是什麼用的呢 這個 這個 應該是要餵流浪狗或貓咪 那我想問你 你家是在幾樓 我家在二十樓 是嗎 不要爬很高耶 都肥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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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肥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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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腊肉、腊鴨之類的 然後就掛在窗前是幹嘛 這是一個保存食物的 其中一個方法 為什麼不放冰箱 冰箱不能... 因為剛剛買回來的這些腊肉腊味 它是需要吹風 要縮水 有些人就是會掛在... 外面 像這樣 像穿簾耶 你看 你看就是... 好像穿簾 快... 嚇死這個穿簾 好 有些人就是 就是沒有功德的 沒有功德心 對 就會掛在外面 公園 公園 說公園它就掛了一排的 這樣子的 外圓公園只能曬棉被 沒想到還可以曬蠟肉 因為你這樣子會引起什麼 蒼蠅 對啊 會引起那個飛蟲 小朋友經過 他也會看到一排蠟肉 這樣子的有一起滴 而且你如果遛狗的話 狗狗居然會一直跳 我們一直跳 很甜對不對 對 過所以也有人掛在樹上 上肉 上肉 對 這個景象很可愛耶 有點像許願樹的感覺 有一點 上面有寫願望 沒錯 可是它會滴油下來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你在... 我們曬衣服 我們大樓就是住人的 都三十幾樓 四十層樓高嘛 你沒有注意的話 沒有把它包好 它上面的油 就會滴到樓下的衣服 我的天啊 所以像我家就會把這個窗邊 用布抱起來 其實下面還有抱紙啦 因為畢竟你滴的話 如果有風吹 你還是會廢到其他的地方 好 我再來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來了 我要問就是香港有一個 特殊的飲食文化 可是這個文化呢 義大利人可能聽到之後會生氣 請問 是什麼樣的飲食習慣呢 所以跟義大利有關係 義大利人非常愛麵嘛 所以你們應該是把乾麵先折斷 然後再拿進去折 他們會... 不行 對,會... 不對 不行 還有 炸義大利麵 然後做那個關東炒麵 廣東炒麵 把義大利麵來做 對面那個消息感人是炸過的 廣東炒麵 好 把咖啡跟茶混合在一起 我就是也想講這個 真的 全部都滿好吃的 我要告訴大家是什麼 就是我們會把義大利麵 放在湯裡面當早餐 對,那就是香港人的早餐 其中一個飲食文化 尤其是是茶餐品出品的早餐 就是會有這個料理囉 這個上面的紅紅是什麼 是叉燒 然後我們就把義大利麵 放在湯裡面 把它拋得好像有點發脹 有點爛爛的 拋拋的 軟的 對,那個口感 我們就會很喜歡 就是濕濕好入口 好,除了義大利麵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泡什麼 就是泡 我喜歡 我超喜歡吃這個 而且通心粉是法國的 好吃 通心粉就是要配火腿 義大利麵就要配叉燒 真的 Ena不要看 去香港每天吃這個 真的嗎 而且 香港的麥當勞 還有賣這個的 其他地方不見得有 所有的義國料理到香港 都會變香港料理 都變那個樣 沒錯 你真的很會 教我們吃東西 OK,謝謝Jennie 好的,謝謝 接下來是任職 任職 這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燒把 對 那如果啊 那這樣子放燒把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潔癖吧 在日本這樣子放燒把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 它就是要告訴你說 我這裡已經打掃完 而且我掃得很乾淨 連燒把都很乾淨 就這裡的吃飯 對 因為日本人就潔癖啊 對 他不想要那個髒燒把又碰到地 又再次碰到地上 OK 我覺得應該是 家裡有鬼 然後放那個燒把用來 避邪的 避邪 這樣喔 避邪 好 沒有,我覺得應該是 有人在提醒下一位人 這邊還沒有掃 好,所以妳 跟妳剛好相反 相反 我覺得是日本老婆不高興 然後 要跟老公說 還有誰開 沒有,我只覺得跟阿娜一樣 就是在罷工 然後說老公應該輪到他做一點家事 因為他們都輪到 都是女生在做家事 是 那個日本的傳統的想法 都是那個什麼地方 什麼東西都有生命 對 所以那個 掃把上面也有生命的 是呢,這樣子倒立 掃把的意思就是 掃肉 真的,掃肉 就是拜託生命 所以如果我老公的客人 那太太覺得 很討厭那個客人 但希望早點回家 那個時候沒辦法直接講 可是這個 所以拜託生命 然後倒立掃把 那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裡面有 然後旁邊放這樣子 然後上面再蓋布 那這個是 可是聽說這個真的很有效 這已經... 因為年輕人已經都不知道 這個倒立掃把的意思 是 所以在打工的餐廳裡面 就這樣子放 那客人看到就覺得 好像是 趕客不要離開 對 所以放在家裡的話 就是趕客人 叫客人不要再打擾我們 趕快回家 對,就不喜歡他 如果在餐廳就是說 我們要休息了 趕快回家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 很好的暗示 因為這樣有時候要打搖 那有些客人就是 對 總比在旁邊 一直給你拖地好了 對 我們兩個餐廳就是這樣 又想要請客人離開的時候 就會一直掃地 對 總是快要結束營業 算這個文章 好分量 然後還一直收 或者是只要我們這邊 對這個量 那邊這樣全關 對,全都關掉 那還有一個 這個 青木麻梨子現象 是什麼現象呢 青木麻梨子 來 這個聽起來就是一個 女生的名字 然後 它應該是吃素的 就是指的是 喜歡吃蔬菜 喜歡吃青木瓜 青木瓜 對 因為它的名字 看起來就很素食 很素食 因為青木是一道菜 麻梨子好像又是一道菜 對 還有文餐 又有麻油 對,有文蛋 然後又有梨子 又有木瓜 真的 很多新菜 好,艾娜 我覺得日本的 以為是日本人 不要像太多 我覺得都是 變態 應該是一個 變態 變態的一個東西 就是 對不對 就是很像 就是你夜之間 胸部變很大 就叫做 青木 來,你一起床 一起床之後 站起來 突然變很怕 起床,撞起來 這個現象就是 我們去書店的時候 莫名其妙的 長春想變變的 我 我超嚴重的 真的嗎 真的,而且我們去藥妝 大賣場 常人去藥妝店都會 放鬆 很放鬆 青木馬里子 是到書店想上廁所 所以叫青木馬里子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叫那個 他是店長是不是 1982年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的雜誌 那個本的雜誌 這個就是他 這個小姐是特書的 那個特書的內容 就是他幾年前就開始 每次去書店 那不管看什麼書 他想要那個大片 真的 然後看到這個特書的人 大家同意 我也是 因為一直 1982年開始到現在 研究了 有可能是書的墓水 墓水的味道 味道 對 那可能是書店的氣氛 對 比較有那個可以放鬆的 是 或者是那早書的時候 那一直站著走路 對,有時候躲下來 對,上上下 對,真的 然後又放點清音樂的聲音 對 對不對,書店 所以很多年研究了 可是 你們會嗎 你們會不會到哪個地方 會想要突然想要唱這首 來,Jerry 加勒服 我也不是 我是 WISA 沒有意思啊 WISA 你是那個紙幣品牌 那個紙幣品牌 我朋友是五星級飯店 因為他覺得飯店特別乾淨 特別舒服 特別舒服 他就想上 因為是 我們有一個地方 秀車的地方 我剛婚姻的時候 一直不上車 不上車廁所 但是我們去秀車的時候 我就一直 秀車廁所 所以每個人對清末麻利子的 感覺都不太一樣 真的 OK,謝謝 謝謝麥姆 謝謝 劉姆,請贈 好的 好,換我出題了 我要出的是 在以色列 他們有一個叫 安息日的時間點 跟有一些節期 然後他們有規定 在當地是 當地人不能夠用手機 所以當節期結束之後 如果他們想 不能用手機又想拍照 對 我猜 來 就是用手畫的 畫畫 掃描 掃描 要嘛就是用嘴巴講的 然後跟你重複 讓你靠幻想的 我知道 他們應該是請 不是猶太人的朋友 然後走過去說 然後他就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他就在後面嘛 就被拍倒 你很聰明耶 都不是 都不對 但是剛剛有一點點 你的答案很接近 對 但是還沒有完全的對 他們會用一種方式 就是他們 因為我那時候去以色列的時候 在哭牆 洗牆 算是一個觀光景點 很大的地方 所以當他們的 這個時間一到結束 因為他們去都不會帶手機 所以他會去跟觀光客說 然後你幫他拍照之後 他會現場 馬上輸入他的 對 他就可以回家的時候 再去看這個照片 因為他們覺得 反正你是外國人 你是外方人 所以你不用守這個規定 然後因為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是連進到一個範圍是 我們也都不能用手機拍的 所有的人都不行 但是如果時間一到 他有一些區域可以拍照 然後外國人就全部都拿出手機 開始錄到他們拍的時候 但一開始他就會過來 我以為是 我冒犯他們 就是要不能拍 結果他說 好可愛 然後就拍完之後 就馬上電郵 然後就傳傳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很可愛 原來是這樣子的 好的 了解了 謝謝 接下來是Stella 好的 歡迎Stella 好 在荷蘭我們通常會用餐具吃飯 對 可是有一些食物 有某一種食物 我們用手 跟印度人一樣用手吃 你們猜猜看是什麼食物 好 來 大家有想法嗎 用手吃 我猜 你怎麼先 荷蘭 不會 荷蘭 該不會 你還用包叉嗎 不是 你還用包叉嗎 吃荷蘭 很合理耶 拿筷子就吃荷蘭 變成這樣子 我猜應該是魚跟麵包 因為荷蘭人他相信耶穌 基督教 天主教 所以叫模仿耶穌的神蹟 五餅 五餅二餅 分給大家細胞 保佑大家吃得飽 那聽起來好像很不錯耶 有道理喔 剛剛Jenny講魚 我想到我在荷蘭吃過一個 就是很臭的魚 我知道 玻璃缸裡面的 那時候他們就說 你一定要這樣子一次一口 這樣 不可能 真的 真的 他們就跟我說 你就是要這樣一隻一隻 這樣才太臭 不能太有尊敬那個魚了 他就是生 Harring 是嗎 叮叮叮叮叮叮叮 為什麼啦 我就跟我說你要這樣 飛魚嗎 你生臭魚 你有這樣子嗎 有 有 他就說這樣子 那味道超重的耶 超臭 很新 就是它 這樣子 我們的生飛魚 它生的 然後配一下洋蔥跟 滿長的耶 我覺得應該大概 然後一口吃的 像手掌的 對 有的滿長的 然後是對 像他剛剛說這樣子 我的天啊 就是這樣 它還有一種是夾在 山明治麵包 像熱狗的 夾在裡面這樣一起吃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就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它是放在玻璃的那個 這是滿好吃的 我個人覺得滿好吃的 不算會有點怕 但吃是還... 那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東西 也是用手吃的 除了這個以外 很多啊 炸肉球 我們的炸肉球 也是炸肉球 那個很燙 很燙 但還是... 還是要用手吃 然後手張了就... 你們不會先吃一隻手在擦嗎 是直接擦 對啊 好 好的 怎麼會這樣 你們以前這樣 你衣服不是都是那個油嗎 不會喔 但是小孩這樣 大人應該沒有吧 大人 也是這樣 沒有 大人就這樣吃完 然後就這樣 坐在別人身上 好的 所以到何蘭有這些 小貝斯 OK 謝謝Stella 謝謝你們 謝謝你 哥 好 這問題是我在歐洲旅遊的時候 遇到的一件事 想請問大家 匈牙利人在喝酒前 絕對不能做什麼事情 匈牙利人 我猜 我猜 在喝酒前 第一就是要吃飽 不能空腹嗎 對 對 三塊 所以在全面見 是不是吧 每英國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第二個呢 第二個應該就是不能 就是這樣插著口袋喝酒 不然這樣子就太拽了 不禮貌 還有咧 好 好 為日式不能吃乳製品 因為可能怕會拉肚子嗎 你是說你個人的部分嗎 不是 好吧 那答案是什麼 公布答案就是 不能敲杯子 不能說這樣子 乾杯 不能乾杯 為什麼 不能杯碰杯 這樣才有感覺啊 敲才有感覺 因為這個是我在法國旅遊的時候 因為我乾妹他是法國留學 然後我們就是一群 他是介紹我跟一群很多 國家各裡來的留學生吃飯 然後呢 就其中在那個聚會上 有男有女嘛 我就跟一個 匈牙利來的帥哥對到了眼 然後呢 我就發現他其實 在過程中感覺他滿腼腆 因為大家在乾杯的時候 他就都默默的就拿著酒杯坐在那邊 然後就這樣笑一下 我就想說 這個匈牙利的帥哥滿害羞的 滿內向的 然後我想說大家就是 都聊開了 各自就帶開去喝酒 我想說跟他接觸一下聊一下 我就只想坐到他旁邊 他說來喝酒嘛 千萬也是乾杯 我就拿酒杯去敲他的杯子 結果他就突然 彈起來 我說幹嘛 就喝酒啊 因為我也有喝了 然後就比較激動 喝酒喝酒啊 然後他就 酒杯一放 然後包包一拿 外套一拿 就走掉 就走了 女色就突然大便 這是什麼 後來我才問我乾妹 就是隔天 我問我乾妹說 昨天那個帥哥怎麼會這樣子 是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是匈牙利跟奧地利 他們以前有打仗 然後他 匈牙利打輸了 結果那個奧地利就用舉杯來 就是敲杯來慶祝 他們打贏 腎臟這件事情 所以 這奧地利因此懷恨在心 已經一百五十年的歷史 所以這個動作就會 讓他們想起歷史的傷痛 對 我就踩到了他的大忌 整個第一次 開始就整個 打壞了他的印象 對 所以他聽到敲杯聲音 就會毛起來 對 就 應該要觀察這小細節 因為他完全都不跟在座大家敲杯 好像是說只有 啤酒杯 對 好像是 他們還有限定酒 啤酒杯以外 他就OK OK 限定杯 他連乾的是啤酒 好的 原來 OK 謝謝 謝謝 謝謝愛子 安娜 好 法國是不是有很多漂亮的風景 對啊 都有很有畫面對不對 有 然後我今天打了三個風景 然後你們跟我說 哪一個不是在法國 哪一個不是在法國 第三個都不是啊 沒有一個是法國王子 因為這個感覺好像是那種 什麼雨林啊 對 中南亞 或是馬達加之家 亞馬遜河 對 可是法國有很多 除了在法國本土以外的地方嗎 沒有 對 對啊 可是其他的才... 我沒有那麼變態 我是真的的 法國那個... 你太變態了 這三個應該沒有一個是犯我 然後這個可能會在 譬如說... 法國沒有沙漠啊 你要娶啦 對啊 我知道 應該是中間不是法國 我知道 法國是有沙漠的喔 可是我今天問法國人 他沒有在走路 他們很... 一樣的有腳踢耶 而且他們穿這種分鞋 沒錯 他們走路的都穿車 而且你看這個點 這個是哈魯啊 對啊 一看就是了 是中間不是法國 對 好 所以答案是 答案是哪一個不是法國 你們都不對 這三個都是法國 不可能 對啦 真的 我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傑森 好 來 而且... 它很像北洋的 這個是在我家附近 Tourouz 那時候是... 也是上新聞 就是... 因為通常這種激光是北部 對 那個北部 要在很冷的地方 但是他們就是有看到 然後他們說2023有 2024也會有 但是最多是 所以你們可以去法國 2025會 雖然不會像那個那邊 那麼漂亮 但是還是... 還是看得到 是 所以去法國可以完成這個願望 不會像... 對 也會... 不會像那個北部的那邊 但是也是有的 但是很厲害耶 有派答過 所以很多真的是可以 然後第二個 沙漠 真的是一個孜然 這個是孜然 不是有人做 是在波爾多那邊的海邊 有一個... 有一個好像一個沙... 對 沙蝦 你們可以去撒 冰具皮 真的是很漂亮 很高 冰具皮 但是有一個問題 他最近越來越退步 所以他們有一點擔心 如果有一天不見 對 但是真的是很漂亮 很自然的一個沙漠 雨天上 因為真的是很大 而且上去真的是很累 夏天他們會放一個樓梯 我們可以泡樓梯 因為走沙很累 對 我又滾下去 很好玩 對你說中了 湯真的很累 真的 你很多 然後第三個也是很像南美洲的人 對 也是在... 這好漂亮 法國的中間 中間那個名字有一點難 對我來說也是很難說是 在一個... 真的很難 從上面這樣看得出來 就是很像南美洲的那種 亞馬遜那邊 對 很漂亮 然後法國其實除了這三個 還有更多不可生意的 我們想不到的 很不想到 真的可以去上海 我們想像的法國就是城市 不然就是鄉村 對 哪裡 鐵塔 不是就那個... 鐵塔跟那個... 西雲那個... 佛羅旺斯 對 不是就這兩個畫面 可以更多 西雲 我們的廁所 西雲草 西雲草 所以以後去法國 除了城市以外 西雲草之外 莊園之外 還可以來欣賞這三種 這三種地形 沒錯 謝謝 接下來是周恆 來 好 我想要問大家 在越南 大家會在街上 然後拿這個網子 或者一些容器 在街上抓什麼東西 抓什麼東西 抓分身 我覺得是因為 常常會有鳥 才...就是一邊肥 一邊鳥 鳥 一邊這邊 然後如果你可以抓起來 會一整年運氣好 對 你們沒有... 對... 就好像什麼 狗屎運弄到你 對 鳥屎有駐香港人 為什麼 他們蠟融 結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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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多人 很容易掉手機 或是鑰匙之類 然後他們在下面撈 那下面很多人 對 大家都在期待 對 其實他們是在 搶錢 真的是奇怪 因為在越... 錢為什麼空中掉下來啊 因為在越南 農曆七月的時候 類似台灣的中元節 然後在胡志明市 有一些商家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他們就想要祈求平安 然後可以就是... 賺大錢嘛 他們身戶那個好像是 對 所以他們就會把錢折成 那個 然後從家裡面或店裡面 撒出去 就很多人就會想說 他們搶到這個東西 想要錢 一來可以用 然後再來也是可以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錢 這是真的錢 店家也覺得說 好像有很多人來搶的話 人氣人 人氣的人的話 對 巨人氣 他們不只是錢 他們也會 培了很多 貢品 那他們也會 貢品 貢品擺在店裡前面 然後有一些人 騎著摩托車經過 停下來 然後直接搶走 對 就比如說有一支 機他就停下來 把那支機拿走 對 就是我朋友的店 機就把他帶走了 對 我朋友開那個... 開店 對 然後他就放一支機 有人就直接把他... 他還沒拜完 然後那個... 那個人就直接拿機拿走 他只是準備要開始拜 機就沒了 所以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這個活動 因為我覺得... 危險 太危險了 我覺得應該要拜之前 先關鐵門 對 還不讓他們拿 等一下拜好再把鐵門打開 對 這樣太可怕了 可是它巨人氣也是滿熱鬧的 然後為商家什麼的巨集人氣 OK 謝謝邱恩 謝謝 接下來呢是艾瑞克 加油 艾瑞克 好 接下來我要出的是影片題 好 對 就是我之前去了這個 非洲的摩托哥的一趟 然後我在路上就看到有一些 打扮得很特別的老人家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影片 看一下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好 他們會用舌頭彈舌發出這種聲音 我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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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架人的帽子 然後有一個鈴鐺 然後有一個鈴鐺 就在路上你就會看到這樣打扮成紅色衣服 而且他們一定會戴一個很特別的帽子 他們都... 就像這樣子 都出現在什麼地方 他們會出現在老城區 就是Markesh 這是在摩托哥的Markesh 他會出現在老城區 然後都是白天 不一定 OK好 我們來猜猜 所以他們是在唱歌嗎 不是 他們是用舌頭發出這個... 聲音 我拍我拍我拍 因為他帽子有點像 柯架人的帽子 他們就是類似在 田野裡面唱三歌的感覺 表演 跟大家說 我還在啊 然後報平安啊 撩妹啊 唱歌啊 撩妹 因為他們都是老人家嘛 搞不好就是跟大家說 我身體雖然就是沒有很強壯 可是我的舌頭還是很壯 好厲害喔 怎麼講這段話的時候 不要挑眉可以嗎 還是... 你剛才是有問他方向 然後像菲律賓 他們是用嘴巴這樣子指這樣 所以他在那邊 那個方向 不是 用舌頭說 這邊又走 還說 他又走 他又走 好累 暴露嗎 因為那邊路太難了 暴露 不是 是暴露 他們是養山羊的 養山羊 對... 羊 為什麼會特別是山羊 跟羊報告 那個時候 山羊聽到了 要過去了 所以養猴子的不會 不會 養蛇的也不會 你最近狀況很好喔 養蛇... 我也是這樣想 但我後來覺得 他們有點激烈 我覺得是他們在下遊客 他們趕走 不要再跟我拍照了 他們... 對... 我在上班跟著拍照 他們家是賣布的 你看他們衣服這麼漂亮 對 還有那個頭飾這麼漂亮 他們家是不是賣傳統藝品 不是 但他的確是賣東西 招客... 他不是賣一個東西 我賣那個嗎 賣鈴鐺... 我覺得因為他... 他的那個很喜氣 所以他可能是... 有一些特定的節期 然後可能也是要賣一些什麼... 平安的一些東西 像餅乾符啊 或是小小的東西 然後就在吸引人家 就是我有這個東西 不對 其實他是跟這個摩托哥的地理 還有他的這個文化有關係 因為摩托哥是在沙漠嘛 所以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當時那邊的這個水源 他們的飲水是沒有這麼好的 所以他是在賣水 他是在賣水 對,他的英文就叫作 這個是用羊皮去做的一個水袋 所以它裡面身上會裝滿了水 然後他用那個舌頭的聲音 是因為在沙漠因為可能很遠 就是 所以你聽到那個鈴鐺 還有聽到他舌頭的聲音 就是... 有水來了 就給我買到水 就像把布冰淇淋 對 所以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你有喝嗎 其實我不敢喝 因為其實你第一次 你不知道那個水的來源在哪裡 而且杯子很快 所以就是說我稍微有喝了一口 就是買一杯 那一杯是摩托哥的迪拉姆十塊 就大概 然後他會從他身上... 便宜耶 就一杯水 一杯水 十塊 然後他就會拿他身上的杯子 你也不知道他乾不乾淨 他會用那個管子 就從他的袋子裡這樣出來 就稍微洗一下 然後就拿給你喝 他們就叫作Waterman 所以現在來到摩托哥 你就會看到像這樣子的 水南海 好好玩 水南海 水阿公嘛 水爺爺 水爺爺 對 好 那接下來第二題也是一個影片題 然後就是我在奧地利根德國邊界 就是巴伐利亞那邊 就是阿爾卑斯山區那邊 看到了一個情況 對 然後就是看到很特別的 對 這也是在屬於當地才有的文化 可以看一下影片 好 Logo 對 這是在聖誕市的 這有點可怕耶 所以我們要猜這個妖怪在幹嘛 對不對 對 就是在做什麼呢 就是在市集 他在打的是不是 打黑衣服嗎 我就打回去 哇塞 他雖然拿一個鞭子或是皮草 然後就看到 可以像打你 他打你 我看他們是當地的公務員 清潔大隊 打你們 就是提醒不要丟垃圾 不要丟垃圾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在亞洲斯 不是嗎 感覺在亞洲斯 不是嗎 不是 在德國巴伐利亞跟奧地利的邊 如果你一年做壞的事情 那就 把不好的事情 讓你出 那認知咧 我這個超級有自信 因為 看看自信看人 因為前面還有別的男生 對 可是那個搖關沒有打他 因為前面的人是 身高比較高 那我們這邊 打到那邊爬還在打 你很有自信之外 對啊 跟身高有關係 太歧視了啦 就是其實在聖誕節的時候 大家知道有一個聖人 叫做聖尼克拉斯嗎 就在十二月六號的時候 因為聖誕老人的原型 就是聖尼克拉斯 他其實這個妖怪叫做 它是聖尼克拉斯的水寵 所以它是有點像 像我們講的那個湖巫婆 就是在聖誕節的時候 之前他們就會出來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 對 壞小孩就會受到懲罰 所以你逃小孩 逃小孩就會被獎賞糖果 完蛋了 你不乖 對 現在你做了什麼事情 讓他打你 沒有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就是他們 其實不會打小孩 大家看到如果在聖誕市集 他們會到處跑 然後就是看到人會打 他們不會去打小孩 他們說如果你被打 是幸運的 因為第一是他們是會驅邪 然後再來是如果你被打的話 它是 對 不管是男生女生 如果你被打的話 就表示你可能會有 那不想生的人 有沒有看到他們趕快跑 對啊 他們又不想生 我腦袋被打 然後就想說 你剛剛打我 很可怕 他那打超痛的 他的鞭子一定很痛 而且在影片 他打是叫手拿到不高 對 但你被打完之後 你有覺得你運氣有變好嗎 對啊 我們今年會有孩子吧 真的 真的真的會被打完了 有今年就會可能 今天很痛 如果你懷孕都要拜託 第一個來我們節目 拜託 好,謝謝阿瑞哥 莎莎 好的,歡迎莎莎 我們俄羅斯人很崇拜 岩 岩 對 我們覺得岩有 促走的力量 就是 但是如果 比如說有人 岩巴打翻 打翻 或者是殺在地板上 這個就是會帶來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有一個 一些做法 這個不好的事情 就 就 化解 化解 對 你們猜猜看是什麼 OK,岩掉下去是不好的 但是有方法化解 用什麼方法來化解 我加糖 我加糖 加糖 因為讓他的那個 就不行了 加糖 對,那個在貨就比較甜蜜一點 甜蜜的負擔 我也是差不多 就拿一把糖 然後鹽巴混在一起 中和一下 就沒事了 然後要那個 不小心打翻的人在地上 滾 滾來滾去 這樣 滾蛋糕一樣 滾來滾去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我們在法國也會這樣 我們會把 以前我媽會這樣 會把鹽放到後面 有 對 很近 很接近 想加一些步驟 先站起來 轉三圈 吐口水 然後把鹽放在手 然後往後面 然後 過去的手 太好了 以前小時候不都這樣 然後花一個葫蘆 然後嗆一個 你這樣 對 我剛剛其實 我剛剛其實也是想講糖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很多人我們做它的時候 都會說糖跟鹽巴一起走 一匙鹽就要一匙糖 所以它是有比例的 一起走 對 大概就是 如果你灑多少鹽 灑多少鹽 對 你就要灑多少糖一起下去 對 中和 中和 因為對他們來說 鹽巴很重要吧 對 所以那不要浪費 那就 到房地上的話 下面再放魚 然後那就 就剛好 可以做一夜乾 那地板會不會就 永遠都有 魚一夜乾的味道 很緊張 對 有人猜對嗎 有人 一點點 就是跟他很近 就是我們會把 一點點 放在頭上 對 所以我們就 變很乾淨 不好的事情 就不會來我們的時候 對 那遇上的呢 就去殺 就掃掉 掃掉,對 就掃掉 真的嗎 因為現在我如果自己 髮的話 我就會知道 我們應該會在家裡吵架 對 但是我現在不會自己放在我手上 我會就是慢慢注意一下 虛弦這跟台灣也有一點點像 因為像有時候我們出去 可能覺得怎麼突然不舒服 也沒生病 我們就會拿鹽加上墨浴乳 把身體洗澡的時候 順便洗一洗,坐一坐 或是中暑的時候 殺死加鹽 對 殺死加鹽 你很棒 OK,那還有嗎 還有 我們對咖啡色的眼睛 有特別的 迷戀 意思 你們覺得 咖啡色的眼睛在我們國家 是特別的 特別美 你是不是咖啡色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 他們的眼睛都是染色綠色無聊 在那邊是無聊 所以如果突然有一個咖啡色 就... 他們都不知道咖啡色的眼睛的人 比較聰明 我也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眼睛 很有智慧 很有才能 智慧聰明 美麗 就是因為自己是咖啡色 就在那邊講 學了 對 他們有沒有比較正常的人 是不喜歡 我們就是會說 我們相信咖啡色的人 就是會... 特別會 就你們啦 就你們啦 詛咒人 對 就是因為我們... 詛咒 詛咒 詛咒人 因為我們在路上有很多 吉布塞人 所以我們在路上如果看到 因為冰箱的他們 他們的眼睛都是咖啡色的 如果我們看到他們 我們就比較小心 因為他們都會 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的錢 你的經過的東西都會... 對 所以你跟咖啡色的人 講話的話就代表 他會把你的好運 給帶走的意思 你會有點害怕 他會下詛咒給你 對 看到我們會很緊張 對 我們是黑色的吧 我們有是咖啡色的 你們都是黑色的 我們是黑色還是咖啡色 咖啡色 你是咖啡色 對 咖啡色 咖啡色 我們都是褐色的啦 我們一起看它 一起看它 第二是有一些很奇妙的東西 因為前一陣子 我妹她有去法國遊學 然後她就有認識一些 就是什麼 東歐的朋友 然後她就說 她是一個立陶宛的朋友 告訴她 因為其實在俄羅 從俄羅斯開始 然後立陶宛跟一些 東歐的國家 他們會有一些手勢 像我們不是身體語言嗎 對 它是手勢的語言 然後她反正就是有一次 我妹就這樣子 你知道是什麼對不對 然後我說你幹嘛痛 你頭好痛喔 我可以這樣打好嗎 大聲喔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 他們就是 俄羅斯人都知道 我如果今天 我就這樣 好痛 如果你給我敲回來 就照我們等一下 我敲 然後 你自己敲嗎 不是就是 我敲自己 然後我敲我自己 對 就是已經約好 揪好 就是今晚就是要給她喝掛的意思嗎 對 然後她有兩個意思 就是一個是揪你去喝酒 一個是你在喝酒的時候 如果你跟你朋友也這樣敲 表示我已經 酒已經滿到喉嚨 快吐出來 我不行了 我這一喉嚨要結束了 要離開了 你不要再踩你這裡都很熱 對不對 是真的 但是我們如果 喝酒不想喝 我們就會說這樣 滿了滿了 到這邊了 但是如果想喝酒 我們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 這個聲音影響 就是你喝就咕嚕咕嚕咕嚕 就是一樣的聲音 我們只有喝酒會咕嚕咕嚕 喝酒會咕嚕咕嚕 你們喝酒會咕嚕咕嚕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 喝莫斯卡的時候 這個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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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接下來是會 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 英文的音樂是叫做 沒錯 但是 為什麼 其實我會 我只想聽更正確的 但是我們在南非 這邊有一個叫做 叫做 想請問大家 為什麼 叫做 我猜 我猜 因為十二月的時候 聖誕節了 就是錢花太兇了 然後 沒錢 一月份就沒錢 一月份就很擔心了 我覺得是比較單純是 老公、老婆都會開始擔心了 我們會不會在一起多一年 他怎麼哭得兩隻一個人就對了 沒有 有人猜對嗎 其實剛才Janny講得差不多 對 因為我們南非其實在十二月的時候 算是我們的夏天 剛好我們跟台灣點檔過來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在十二月 大家就是會出去 遊玩 然後會 然後又是聖誕節 又要買很多禮物 所以在這個十二月的時候 都會花很大的錢 花光嘛 對 所以你花完後呢 你到了一月怎麼辦 你要還債了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 在網友就會討論 他們就會有一種說法是 要如何讓你度過Janny Wari Janny Wari 對 那我們就看到很多Memes 他們就有寫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是說 你吃看用飯還有果醬 然後水跟那個麥片 就是很結局過生活 然後那個廁所那個噴箱 然後來到那個 對 香水 香水 他說吃土了 因為這就是 Tips for surviving January 搞不好是那天 剛好信用卡帳單來的那一天 對 那這個又是早午餐 你就一次五點吃就好 一天一餐五點吃 好可憐喔 對 這就是會 突然你們 一月的擔憂很嚴重 對 我知道好像你們在過新年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迎接新年的習俗 就是聽說你們會把一些 家具從外 從家裡把它往外丟啊 而且甚至會有警察 來維持這個秩序 你們不是很缺錢嗎 為什麼還要把這樣的東西 對啊 不是說 所以又都挖完了 你說大型的 扭出去 樓櫃的 垃圾桶不要丟 家具往外丟對不對 那那個越南的那個可以去 對 那個可能接不到櫃子 對 然後 這個其實的確我自己也有聽說過 在南非的約寶 有一個市區叫做Hill Barrel 那在這裡呢 他們是 早期可能因為我們是種族隔離嘛 所以在種族隔離的時候 那時候那一區都是白人住的 那一旦就是解放了後 有一群黑衣人搬進去 他們就想要把所有東西都往外丟 然後就代表一個 更新的 完全是這樣 然後就變成現在每一年 好像就會都會發生這種事 但其實不是我們大部分過年的方式 對 只是那一區 所以都要有警察救護車 然後他們都要提醒就是路邊人 就是這邊的小 對要過 他們是不管外面有沒有人或車 就是丟就對了 對 這麼酷 滿可怕 真的 我覺得聽了很多的文化 一開始很多人想說不可能吧 對 都是真的耶 這邊不可思議 今天就是學到非常漂亮的文化 大開眼界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然後今天我們下次見 拜拜 今天我們的影片結束了 請大家記得訂閱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拜拜 拜拜